游客手握着扶把都腿软了 因为这阶梯又抖又长 脚底下就是车流快速的国道3号 但录影画面中就拍到封锁线 的确不少游客来到中寮山这 都直接跨越封锁线 还有人看摄影机在拍 才警觉把脚抬回封锁线内 一对情侣也刚拍完照 正从斜坡悠哉走上来 现场告示牌还有封锁线 下面那条已经被拆掉 地上还有禁止进入的字样 塞下层层关卡 还是有人无事直接闯入 干脆就封起来 它本来就不应该让大家方便了 为了就是拍像这样的美照 这些是在十月底封锁前拍摄的 居高临下 脚底下的国道和阶梯 拉出层次感 还有越世界特有的2D地形 丰富整张照片 搭配滤镜就是IG美照 让中寮山成了打卡热点 但上个月才刚爆红的景点 十月底已经封锁 这里原本就属于工程单位活动路线 目前也有边坡养护工程 现场有工程人员进场 碍于这工作梯相当陡峭 拍美景存在高风险 爆红景点封锁线 挡不了部分游客好奇 未来不排除架寿围离 杜绝类似状况再发生 三弟兄连贯之类比乡高雄报道 正在田辽路往中寮山的方向看 可以看到山上遍布着 电信转播站 中级站和基地台 中寮山海拔421公尺 方圆十几公里内没有更高山峰 讯号可涵盖高平与嘉南平原 山头才会出现基地台 电信转播站 凌厉特殊现象 不过 跟着导航走 道路蜿蜒向上 大多数游客来到中寮山 最怕迷航 导错乱段序号是有点不太好 会导到别的地方 导航 从这儿黑白布 路也来布 不对 黑白沙三重 电台 很多 不知道是互相干扰 还是说 他们的 收信的那种 基地台下不够 这种事不得 可能一个转角转错 直接迷路 路旁摊伤 变成问路店 居民不排除 是电台零力 影响收讯 警方也常接到 求助电话 使用GPS导航路线 仅供参考用 物完全依赖导航系统 应事先做好路线规划 如遇路框不锁 使用导航驾驶室 更应放慢车速 小心驾驶 美景吸引游客造访 除了可能迷航 中寮山区也曾发生过 国军直升机空难意外 2007年军机撞上电塔 农物一度影响搜索 最终证实机上八名军官 全数罹难 让拥有电塔林立特殊警官 能登高望远的中寮山 增添即许悲剧色彩 三立新闻张哲若 龙玉本高雄报道